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2月25号的会议上 镇区规划委员会审查了可以建立医用大麻设施的区域 规划委员会们的成员一致同意将医用大麻设施区域远离居民社区以及限制设施数量 规划委员会希望能与镇区理事会举行联合会议 共同商讨医用大麻话题 具体会议日期会在确定下来后为您告知 在昨日的规划委员会会议上还讨论了另一个议题 物业管理公司Walter Cooper希望将一片4.6英亩的土地 从独栋家庭住宅用地更改为多单元家庭住宅用地 Walter Cooper物业管理公司希望在此用地上建立53栋 混合了1 2 3局式的单元来给更多家庭提供可负担的住宅 然而 社区担心这个项目最终很有可能会变成学生住房 这项议题会被拿来到未来镇区理事会会议上讨论并得出最终结论 2019年莫瑞典镇区的目标之一是继续联通社区步行系统 包括在Oakimus Road上建设人行道 去年9月 镇区规划委员会同意了一项在Oakimus Road沿路建设人行道的特殊许可 为建设这个项目 Oakimus Road已经开始了伐木工程 此项目由Ingam County和在2014年被选民投票一致通过的公园离记税率出资 密歇根第八区域议会代表Elisa Slotkin 于2月23日遵守承诺在蓝星开设了她的地区办事处 Elisa Slotkin位于Rochester Hills的办事处也将在不久后面向大众 与此同时 她已经开始为在Livingston和Oakland Counties的办事处物色合适的人选 Solotkin还宣布将她在联邦政府停摆期间的所有薪水 总计1万1千美元捐赠给艾斯海默协会 为她的上任发出了强有力的声明 Solotkin的蓝星办事处位于1100 West Seagano Street 她鼓励选民们积极前往禁言 在开业一周后 Launch室内蹦跳乐园为了他们在Moridian正区里的最新分店 举行了剪彩仪式 位于Moridian Mall的剪彩仪式邀请了朋友、家人、员工 还有当地的商业领袖 这是密歇根第一家Launch室内蹦跳乐园 同时也是唯一一家建在商场里的分店 蹦跳乐园的所有者和副总裁Valerie Delson 对于新店的开业十分开心 我们拥有最有活力的员工队员 他们让我开心 也让我想在这里和他们一起工作 这会是一次很棒的经验 在3月23日 Launch室内蹦跳乐园将会举行盛大的活动 庆祝开业 Launch的联合创始人 曾经三次拿到超级碗冠军 现已退役了的新英格兰爱国者橄榄球队脚位 Tai Lau将会出席 Moridian正区的消防员和童子军 今年将再次联手 举行自助薄饼早餐活动 活动将于3月9日星期六上午8点至11点举行 Moridian正区消防部门将烹饪薄饼和香肠 而童子军们将会送上果汁和咖啡 参加者还可以进入Moridian正区消防车和救护车内参观 活动所有收入将会捐赠给当地童子军奖学金 以及肌肉营养不良症协会 以上就是这次Moridian新闻的所有内容 了解更多新闻 您可以关注脸书 推特 还有我们的网站 hometv.net 我是韩林方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